国家开始推行了 搭建了任何平台 包括城乡养老保险 可以转移接续了 这些政策您都要了解 因为关乎您的这种切身利益 所以说 随着国家的养老制度改革的加快 应该我们也有一种意识 就跟国家同步一起 把自己的养老大事 提上日程 好 感谢白中华 中国之声腾讯和新浪实名微博上网友的留言 中国之声微博发布了话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 今天发布婴幼儿服装比较实演的结果 25款婴幼儿服装样品当中 9批次产品存在不合格的项目 其中批号款号为 D87908的阿迪达斯男婴套装 被剪出耐摩擦 湿膜色劳度偏低 色劳度差的产品 在穿着过程当中会造成脱落褪色 新浪微博的网友阿布留言说 其实身边很多孩子的家长 都会跑到一些小店里 给孩子淘衣服 不知道那些没有品牌的服装 是不是问题会更多 大牌子出现质量问题 相对来说好监管好追责 也希望监管部门 能对国内服装厂的产品进行监管 明确标准加大惩处的力度 腾讯微博的网友小叶子留言说 大牌的价格地摊的质量 以后购买的真的要谨慎了 这也令家长担忧 去哪里买才能买到合格的衣服 难道要自己买部 自己制作才可以放心吗 新浪微博的网友此情留言 监管部门确实应该继续 对市面上比较大众的 儿童服装品牌进行抽查和监督 勒令商家提高产品质量 加强对生产环节的监督 好 感谢各位的参与 更多映视频内容 请登陆央广网 或下载央广手机电视 难忘的中国之声 karutamtchen 告诉卡与TP Aveni 亿 但